大家好 我是五仔 跟大家講時政的這一節 請大家按LIKE 支持我們每個小時有新的影片更新 這集說什麼呢 大家好 我是OK仔 通關第一天 有人歡喜 有人仇 什麼人 過不了關的人呢 當然是其中一樣 另外就講講生意 大家都非常關注 上海 上水 藥店說 全面正常 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生意呢 好像有失預算 不是吧 人們就說 活該你死 是不是真的活該死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一起跟大家跟進一下 請大家按LIKE 支持一下 訂閱頻道 每天有很多資訊帶給大家 多謝大家支持 天氣不似預期 下雨 通關又是天陰陰 晚上更下雨 說到現在香港 北上南下 大家也關注一件事 其中 就講到北上的 問題 很多人湧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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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特首昨天早上 還有保安局局長 也去過現場視察 說了很多說話 那我又不再詳細說了 但是大家在另一個方面 究竟有多少人下來香港玩 之前說到那個預約名額 只有幾千人 大家都說 不是吧 只有幾千人 你做生意的角度來說 一定會想 不是吧 那麼少的 為什麼呢 但是湧回內地的 北上的人士就很多 包括有些 受疫情所困 三年 在 本身應該是內地的 可能過來香港卡住了 也有很多親朋戚友在內地 要趕著回去探親的 也有的 但是沒有人下來玩 有 那就少一點了 但是說到上海 上海有上海 上水呀 經常都上海 這個藥房街 有記者走去看 人流不似預期 哇 不是吧 這次真的 為什麼會這樣 沒有看到有內地自由行回歸 說到哭了 有些藥房員工就表示 不知為什麼 一個內地藥都沒有 很慘呀 除了你上海 沒有說錯了 上海 藥房街之外 反而就說到 東門大街 人頭湧湧 哇 真是差天共地 你以為刺激經濟 看來也要等一會先 我們先看香港這一方面的情況 根據內地預約系統 第一天 有6600人來香港 不知這6600人來香港 去哪裡呢 其中一位住在深圳的謝女士 說到她三年來 未來過香港探親 這次能夠再踏足香港感到開心 亦都大碳 藥房街 即是上水這個地方 人流 較之前銳減 大碳 喂 那不是人鬆 沒什麼人鬆動一點 好走一點嗎 老實 開關的每天都在深圳的距離遊走 我相信 就不關 南下的人 可能 始終 昨天星期日 很多人都會出街 某些地方都很旺 在街上又窄 有那種逼潔的感覺 天天都會有人拖行李 是不是那些黑暗 不用擔心 是那些工人姐姐 那種感覺 有些人回來了 自己想 會不會到時候 重現這個環境呢 怎麽不知又沒有 你 疏落一點 尤其是現在 大家都還戴著口罩 雖然就叫做後疫情 迫迫 勤勤勤 哪好像好呢 大家都會憂慮 會不會惹到 Omicron 說到XGB 賴屎 到時候真的不方想撩 但是 這位謝女士 在內地深圳居住 他估計 會隨著通關 慢慢 就會有越來越多內地客人來講觀光購物 其實這個時間有人就說如果做生意的就要先看清楚 看清楚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從一個趨勢去看 這個時候 你一定要租定舖的 如果你真的想搶這些生意 你搞得來過了年應該慢慢恢復 其實最主要我也覺得是看回內地疫情 人心那個很關鍵位 他們衝得破這個心理關口甚至乎疫情 慢慢回復 正常 開始 退卻 相信 人員 人員流動就會越來越多 但是 昨天就說到直擊 幾千人搶襲大排長龍 香港那邊就 吹吹吹吹衝衝上去 但是說到 真的有些靜局 你上去就人多了 想著下來的人都多了 這個新法街新牆街上水那邊 就真的靜靜靜靜 有藥房的員工李先生就表示 本來我們就真的很期望 熱烈的彈琴 想著就好 耶耶來啦 誰不知 沒有人來怕烏鷹 好失望 他指出 擔心疫情封關三年 內地人已經習慣不來香港購物 再加上 內地人 來港要預約 有些手續或程序會令他們減低離港意欲 另外 另一間藥房的員工也說到 今早早 也沒看到客人增加 很難去預計 通關後的生意的變化 而在新榮街一間藥房 有店員陳女士也表示 現在只不過是初期 估計 預約制度 限額會影響內地旅客的人數 他所以覺得 這件事 持抱著觀望的態度 如果本身 那預約制度 我覺得真的會有他們所說的影響 我看到 通關第一日 有 記者 遊走內地 訪問一下內地人士 他們真的來香港 他們看演唱會等等 最大的問題就是 內地第一天那些 假裝簽證沒有開工 休息了 不知道是不是星期日 這也是另一個問題 我覺得跟預約的那一部分無關 因為那些預約預約預約也不爆 而且我覺得另一件事 不是說幫政府還是說什麼 其實 如果你本身要搖耗 要成那些 那些人就不急了一時 那你說反過來 不是呀 任你預約的 其實真的是任你預約的 你只可以做核酸而已 當然香港要自費 記得了 因為有些女士 要付錢的嗎 不是社區那些不用錢的嗎 很多人就罵爆 一早就說要付錢的那些才認受的啦 你自己懶得 好像什麼都不知道 那不要緊 我們偶爾也會說一下 告訴大家 是不是 網上也有新聞 也有說的嘛 這些都要留意一下 說回內地那邊 因為你不需要 遙控 其實只是按鈕制而已 我覺得就是基於疫情 始終 在內地那種 影響是比較大 我們 未必可能完全感受得到 如果你能夠 我們將自己 墮入在第五波 剛剛爆發的時候 被你出關 你也不敢出 你連街都不敢出的時候 都要時間回復的 上水就靜茵茵了 真是麻煩了 不是人頭湧湧 其實也有人來的 說到有一個 竹先生 姓竹 他在內地來的 假裝年貨 他跟他老婆在上水一間藥妝 買曲奇和朱古力 他表示 經歷了三年疫情 來香港心情很激動 沒有說要花多少錢 無限金錢 總之 看到喜歡的東西 就會大舉掃貨 你說藥妝是需要這些客人的 不要說那麼多 不要想那麼多 最重要是說多一點 說多一點 來多一點 買多一點 那麼 厲害了 說到其實他們辦完年貨 就會趕著在農曆新年前 回到內地 這樣說 其實今年我又覺得這樣 因為你始終叫做疫情放寬 很多 其實不要說內地朋友 相信華人 尤其是中國內地 他們一定會優先 去團年 因為受疫情所困 很多人都沒有見過親朋戚友 你說來香港 我覺得可能過了農曆新年後 搞定所有事情 他們慢慢 因為如果我估計 一個估計就是農曆新年後 預計就可能會再度放寬 甚至乎 如果情況許可 會不會真的取消預約呢 這些就是未知之數 如果到時候 取消預約的 扯我隨便選個星期六日來香港 好像以前那樣 不需要刻意再去 夾時間 現在 叫做過年年 一定是大的嘛 搞一些 拜年的活動 探餓親朋戚友 這個也是會是 他們的重中之重的 都很厲害的 有人都買了 買了很多東西 雖然有人來上水 但是 人流欺疏 說到東門那邊的人頭湧湧 那邊齊鼓掌 真是開心 雖然羅湖商業城 十失九空 這件事我們都說過一次 甚至乎兩次 由於羅湖那邊的關口 還沒搞定 現在說到更加有報紙 寫著移為平地 其中一件事 另外可以提及一下 現在為什麼有人說不要下來掃藥的呢 因為有記者就這樣說 有媒體就說 原來 隨著福田口岸附近的快遞公司 關口 現在很多香港人竟然 逼爆了別人的速遞公司 這些香港人是背著很多感冒藥 蓮花清溫 快速測試 退月貼還有奶粉 將這些 內地 一下來 放的東西 全部 自己背過關 然後寄回內地 告訴你 你們那邊不要出街了 我們找人拖上來給你 可能是找親朋戚友 有 報紙 記者就去 採訪 其中訪問了一些香港市民 在福田口岸附近 他說 沒有的本身就是 之前想著寄去內地的 沒辦法 現在 因為受疫情影響 我們就 背過關 快點 這個也了解 有香港市民 雖然國內對口罩的要求不是那麼嚴格 但是也買了一些給鄉親父老的 貼口罩貼 快速測試 小朋友的雙風紙咳水 有 大公司的職員說 未通關前沒有人 很少人寄貨 所以沒有開門 一開關就立即開閘了 吳吳吳聲 很多人打爆了 真是誇張 另外除了說 原來這樣的原因導致 上水的藥房 沒什麼人來買 原來香港人自己已經儲了批貨 運上去 另一件事就是剛才說到 羅湖商業城的十七九空 以及東門的人頭湧湧 跟香港做一個鮮明的對比 為什麼有鮮明的對比呢 其實就是這樣說的 現在剛剛叫做 開關的第1、2日 本身 內地我們經常聽 深圳那邊有些疫情消息 很多人都很緊張 街頭一定是冷淡一點 但是 隨著通關一來了 第一日 早上 深圳福田口岸一帶人頭湧湧 有記者說雖然街道上有部分食肆仍未服業 但是有 茶餐廳 內地港式茶餐廳的店主表示 他過去三年 隨著封關 但是依然堅持營業 但是因為街上的人流劇減 開業了12年 總店和一些分店都頂不住 倒閉了 目前 靠個小店去經營 他幸好這三年得到街坊的光股 晚市只剩下一元的生意額 他說不像今天 又回到街坊了 開心了 笑到他 終於 客廿雲來 更加這位仕頭婆指出 由於每日錄得虧蝕 更加需要借錢道日 跟香港那些差不多 他們都熬了很久了 熬得很辛苦 他自己 笑 卡卡 手刀雲開 見月明 昨天早上 開關之後 生意額已經恢復了 疫情八成 厲害 一個早上可以追回那麼多 真是誇張 他說由開店 跟著見到 源源不絕的顧客 簡直 他真是借主農人 整天早上 座無虛席 更加需要家人回到店鋪幫忙 你想想多誇張 說到 有記者昨天下午 去了東門大街直擊 看到農曆新年 臨近 下車之後就聽到 劉德華的歌 很典型的歌 更加有很多店舖 賣一些輝春等等 他說 簡直 旺角 進了大街小巷之後更加看到人頭湧湧 沿途多部電單車游走了 老東門商業城 老東門商城外的 雞 雞刺包飯 雞包刺 還有一些不同的特色的小食店 都大排長龍 不少 本地人 掃街 那就正了 更加有很多人脫了口罩在街上吃東西 這件事 都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內地都 開始慢慢都不擔心 另外除了 說到 一些品牌 茶飲品 商場茶餐廳 都沒有看到香港人的蹤影 預計得到香港人現在回上去都是真的有事搞的 探親 他們不是純粹上去 衝過幾乎踏骨 又踢蹭蹭蹭蹭的 他們真的回上去探親 很多東西 積了很久了 三年未處理 現在就要回上去 有 一些膠夾的職員說 這三年都沒有香港人生意之後 已經改為服務本地人為主了 另外 羅湖商業城那邊就不用說話了 一定是靜音 要等他完全弄回好的地方才能搞得好 這也是表示理解的 但是如果有人就這樣說了 現在先旺了內地 當然了 也有表示了解的 我相信過了一個星期 可能也會先過農曆新年 因為現在分開兩批香港人 一批又會外遊 一批又會回內地 餘下的貨尾就會留在香港 你猜留在香港的是大多數 還是回內地 還是出去玩的大多數呢 大家可以猜猜 想不到竟然 北上南下 首次再度開關 先往深圳 香港依然還沒拿到頭威 我相信也要給點時間 因為形勢也是表示理解的 也可能要先過農曆新年 或者接下來政府會不會搞一些大型show 過農曆新年之後 沒所謂的 女法谷就隨便 說什麼都好 你找一個slogan 找一些gimmick 搞刺激 那些內地人來香港 到時候就包你旺角旺角 這個時候也開始給一些商戶 做一個準備 研究一下他們在哪裡 租賣 賣好什麼 入貨等等 我也覺得是好的 好過總有人來到 香港也沒有東西賣 我回去網購就行了 我不管了 我也覺得OK的 給點時間 很快 做生意的不用擔心 過農曆新年應該會慢慢旺起來 到時候就套年行大運 今集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 上去玩又玩得開心 下來玩的又玩得開心 今集時間說到這裡 拜拜